這裡開銀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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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叫做高齡像王公啊 有一座萬福安的造牆 有歷史故事的 所以尚心的是我們第13代的台商 現在在台南啊 今天兵鋪來修理境 萬福安啊 萬福安啊 創立於明永利年間啊 至今已經是300多年的歷史啊 它是府城四大尼鞍之一 也是齊天大聖的開基祖廟 尼鞍的祖室啊 齊天大聖 這個是很罕見的啊 當中一定有故事啊 廢話不多說啦 先方介紹你好廟 對我來了解 今天很高興喔 我們請到了萬福安 張總幹事啊 來跟您介紹一下 我們萬福安的 大聖新春跟廟室的研究 是從哪裡開始了喔 大家好 今天簡單跟大家介紹 我們最早的時候 民政時期 電信公的部長 我們萬福安的醫生 萬福人 他當初因為 萬福將軍 在那周三直戰 來政務 他就對 大聖新春的部長 去拿來台灣 我們萬福安最早的時候 是他在 這裡持齋念佛的地方 他到終老 他到出家 一當初 到他過往後 我們萬福安一直都是不死 一當初 我們最早的名字叫做 軟夫人士 軟夫人士 到清條在後 就要取他的血因 然後改造變成萬福安 他一直到今天 我們大聖 在那個萬福安裡面 好像做多孫子 他是要怎麼做孫子 或是他們的 政府間是有什麼不一樣的 是 我們中三孫子 是我們海底的大大聖 二大聖 三大聖 尤其是我們廟室 最高倍分的大聖人 是 就是當初 軟夫人那時候 台鳥中庫那邊請 大大聖跟三大聖 是尼宿的 二大聖是 叉雕的 叉雕的 這是比較 不一樣的地方 而且我們廟室 只有大大聖 他是破秀的 那麼多三頭 喔 那破秀的新春 都是很有年代 是 他 雖然這小聖人 他還非常可以 他 尼宿的官 一個人是沒辦法 是 我們最新條件就是 我們十三大的大聖 是 這裡有很多公安 我們叫他 是公安大聖人 我們主公 大聖人的大聖人 是他幾代幾代 來做區格 來做區分 是 我們公安大聖人 就是十八大的聖人 是 一公安大聖人 就是十二大的大聖人 兩天 大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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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大聖人 他的職務區分 大聖人 大聖人 大部分 他都是對外 對外 對外去處理食物 是 大聖人 是 他們自己 內部 自己做職務的區格 現在已經到幾代了 我們所在已經到三十幾代 三十幾代 可是 他沒有每代都有調金身 他是 有調金身 說我的幾代 當然 一到三十五代 中間 可能穿插 有調的沒有幾代 不過 他們無形中 就是有那個備份存在 齊天大聖人 也就是孫悟空 在第六季裡面 給人家的印象很深刻 他的形象 升職人心 在神話故事中 齊天大聖 原來是如來佛的一滴血 滴在花火山的一顆石頭 九獸天靈地秀 日月精華 而孕育出的一顆石卵 某日並列後成形 手持如意金箍棒 腳踏金斗裡 有七十二遍的神通 翻一個金斗十萬八千里 神通廣大 神威賢賀 某日公的妹妹 好像插到一顆金斗 很特殊 兩旁的同事 在龍邊這邊是柱山娘娘 在虎邊是福德正神 虎邊這邊的福德正神 有一尊大尊的 跟一尊小尊的 為什麼會有手二進三個字呢 這個就跟土地公有關係 早年的地名分區 以數字來區分 而手進跟二進 分屬兩位土地公的管轄 後面因為戰爭 跟種種的因素 那個廟宇被拆了 所以土地公就來到了 這個萬霍安這邊 跟齊天大聖同事相夥 因此廟民 就以手二進 跟萬霍安來合稱 主殿的兩旁牆上 也有太歲新君的牌位 跟這個文昌新君的牌位 安太歲 九公靈 尖丁 一應俱全 龍鞭的偏殿 就是阮夫人堂 這些牌位供奉的 就是阮夫人 跟阮夫人的丈夫 阮俊將軍 應該還有一些歷代住持的牌位 據說這些牌位是目前台灣最早的牌位 二樓是三寶店 剛進這個店 就看到彌勒佛 坐鎮三門 主是三寶佛 中尊就是南無本師 釋迦摩尼佛 兩旁就是 藥師佛跟阿彌陀佛 這三尊佛 在佛教的宇宙觀裡面 有空間對應的關係 南無本師 釋迦摩尼佛 是我們這個沙婆世界的教主 阿彌陀佛 是西方極樂世界的教主 藥師佛 是東方淨流淋世界的教主 兩旁的護法 就是佛教最有名的兩尊護法 偉陀尊者跟截然尊者 三寶佛的前面 有兩尊觀世音菩薩 觀音菩薩的兩旁 善采龍女菩薩 看起來也都很有年代感 而在殿前 有三尊比較小尊的 這個應該是三觀大帝 兩旁有南極大帝的牌位 跟這一位好像是王天君 所以這一邊 也算是佛道融合的一種信仰 主要以安世而言 基本上就是以佛教為主體 那在三觀大帝的殿前 有一尊神明很特殊 這個先鋒就真的認不出來 他的坐跡是長著翅膀的獅子 右手拿另印 左手比三 知道的下面留言一下吧 兩旁的同事 在龍邊這邊 是西方三聖 也就是阿彌陀佛 觀世音菩薩 跟大世智菩薩 當初南無本世 釋迦牟尼佛在世的時候 說到佛說阿彌陀經 他就有介紹到西方 極樂世界的教主阿彌陀佛 在西方極樂世界 是有任期的 當阿彌陀佛的任期結束以後 他就會傳位給觀世音菩薩 當觀世音菩薩任期結束以後 他就會傳位給大世智菩薩 在虎邊這邊 釋奉的是地藏王菩薩 這邊也有很多的神明 看起來應該都是 處理陰間事宜的神明 地藏王菩薩的旁邊 有一尊很小尊的 這個應該是八爺吧 兩旁的牆上 為十八羅漢 他們都是已經贈得阿羅漢國的羅漢 已經到達殺賊跟無聲的境地 已經免受輪迴之苦 各個才能不同都神通廣大 在彌勒佛的兩旁有四大天王 為多聞天王 增長天王 廣牧天王 跟持國天王 佛家說有六道輪迴 天、人、阿修羅 地獄、惡鬼、畜生 在天的境界又有分二十八天 離我們人間最近的這一層 就是四天王天 這一天的管理者就是這四位天王 據說這一天的平均壽命五百年 如果可以上升到那一天 也是大有境界的 整個三寶店清淨莊嚴 牆上還有很多的彩繪 都跟當初南無本資 釋迦摩尼佛 在世傳法的時候的故事有關 海邊也都很有年代感 創立於嘉慶年間的小溪天 咸豐年間的迎東寶伐 門上除了門省的彩繪以外 也有十八羅漢的彩繪 整個身運栩栩如生的 在廟外有一座萬福安的造牆 這個是三級古蹟有歷史故事的 當時清朝的師郎公台 明正王朝瓦解 明禁王朱書櫃以身殉國 師郎也搬進了原本他的宅邸 也就是現在的四典大天后宮 阮夫人對師郎搬進寧禁王府 這個行為很不滿 所以用風水的這個方式表達抗議 將原本房子坐北朝南 改成大門向西 正對著寧禁王府 想要以此克制師郎 師郎對於阮夫人這個行為 並沒有用官方的這種強力破壞的方式 是蓋了這個造牆 來去阻擋這個煞氣 這也就是這個萬福安造壁的由來 所以阮夫人齁 不是好像吃菜黏粉喔 他也是會風水之術的 而師郎也是蠻有君子風度的 在鞍前有一棵棋樹 最讓人家靜靜樂道 他叫做高齡像翁公 這個樹有兩百多年 樹上有很多的樹流 好像很多的猴子猴孫在爬樹 這個要有一點想像力來看喔 因此就有人說這個是齊天大聖顯林 結果萬福安就變成了一間 齊天大聖廟這個是其中一個故事 而另外一個說法 相傳在嘉慶年間 這個安中的尼姑 舊序古寡收留孤兒 但是嬰孩多有哭鬧冥晚之現象 所以在庵內奉奉齊天大聖 兩眼為國眼金金 綠袍文武甲代表文武雙全 以祈求孩子乖遜健康 結果後續呢 就順勢演變成了齊天大聖廟 貓咪你這樣爬對嗎 三百完成了 今天剛好是萬福安的辦事日啊 先鋒問廟方說可不可以拍攝廟方的意思講說 如果大聖爺有給我聖杯的話 那就可以拍攝了 一尾就定了 今天大聖廟版書 關列了 師姐請問一下這個葉子的功用是 叫做小災體養 小災體養 小災體養 啊這個是它的肉丹 對對對 月經營有." 初階markt 有幾我 是 的 半蹲狀態 蹲超過十分鐘 一動一動一動 有多厲害 一動一動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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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跟紅均 路基完成了 接下來 大象牙就一個叫了 一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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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聖爺為公平 不是用筆用朱砂 是用手 用 種香、拌香夫 直接下去 有的小孩子啊 喜歡欺負父母的 老火老爐的 老爺爺爺爺的 很有效 每一条 有衷 最箇所 吸收 花 大爪 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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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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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